后一部和盗墓有关的电影上映 那就是李仁港导演导的盗墓笔记 竟然找到李仁港导演 这也一心所谓 不险 追寻秘密 一定会出色指导秘密 我们很多朋友也知道啊 这个在网络小说里边啊 猜下霸畅的鬼吹灯和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啊 现在成了非常热门的这个电影改编的一个大IT 那么以前呢我们说过的寻找学 包括九十一堂堂 就是根据鬼吹灯改编的 在我们以前的老蓝看电影节目里面 曾经结合这两部电影啊 给大家说了一些盗墓的事 比方说为什么进里边啊 进墓地里头要点灯 啊 为什么这灯一熄呢就不能在里头灯 木槿小卫规矩森严 翻开大墓 必须在地宫墓室的东南角点上一支蜡烛 方可开关墨金 若蜡烛熄灭 必须将到手的财物原物奔回 推出墓穴 否则将有灾火发生了 精明灯里头墨金 撤下 包括九层堂塔里边呢 那个出现了金猫吼 那金猫吼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是僵尸变过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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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都是冒险电影 冒险电影的特点就是主人公 为了获得宝藏或者其他目的 跑到一个神秘而为危险的地方 最终他基本上 能够从这地方逃出来 这就是冒险电影 就带着大家经历了很多 非常惊险的时刻 可是我们看这些冒险电影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你发现这冒险电影里 最主要一个分支 就是盗墓电影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神秘又危险的地方 绝大多数时候是墓地 那为什么墓穴成为 冒险电影最主要的战场呢 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 和盗墓有关的电影 其实应该心里挺厌怀 或者恐惧 或者是行为不正当 可是为什么我们看着它 并没有味 感到很刺激 咱们今天就说说 这个冒险电影 为什么走在墓地里边 这个冒险电影 和我们人类自身的本能 又有哪些关联 咱们先说 这冒险电影 为什么走到墓地里边 拍《熊龙爵》的时候 我们叫熊龙爵的导演叫沃尔赛 他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国外 这些成功的冒险电影 他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头 说什么是冒险电影呢 就是几个人 或者为了获得宝藏 或者为了种种就是 有其他目的 可能几个人目的都不一样 来到一个神秘而危险的地方 最后领略了 别人没有领略过的 一些鬼奇的风光 也遭遇了一般人感受不到的 种种惊险刺激 最终的凭着主角的勇敢和坚韧 跑出来了 最后安然无恙 这个就叫冒险电影 所以沃尔赛根据这个总结 他也得出个结论 你说这个神秘而危险的地方 还得有宝贝 有宝藏 这啥地方 恐怕天底下没有比墓穴更合适的 墓地是最合适的 神秘 危险 还有宝贝 为啥 咱们也知道 就是比方说中国古时候的人 有句话叫誓死如生 就是我死了之后 也像我活着似的 所以很多呀 这个帝王将相啊 收自己焚出特上心 在焚地上 很多自己生贤的 喜欢的东西 尤其各种宝贝 然后把墓地搞得神神秘秘 所以这也构成了中国后来的盗墓文化 想从这里边获得宝贝 所以这个地方是既神秘的 墓危险 往往有机关有什么的 但这里都有宝贝 你看前不久 八卦出来汉代那个海昏红刘克的墓 刘克曾经短暂当过皇帝 当了二来天 历史上称为汉废地 直接给废了吗 之后把他的墓打开一看 这里头宝贝多了去了 很多人都琢磨说这个当过皇帝的海昏红刘克 有什么宝贝啊 他喜欢留什么东西啊 汉代的宝贝跟今天有什么不同啊 这就特别神秘 容易激起人的好奇心 所以你看这个盗墓有关的电影啊 他神秘 他引发你想往 再加上一些怪力乱神的事 常规的一种选择 我估计估算一下 得差不多一半的冒险电影 是和睦罪有关 你看咱们看那个 夺宝西兵 夺宝西兵的好多东西 都是从墓训里拿出来的 那个主角哈利森福特演 那个印尼安纳琼斯博士 那不是夺宝西兵第二部里边 他跑到上海跟黑帮进行交易 交易什么呢 努尔哈士的鼓务 你帮我地向哈阿奇 你帮我地勤 不幸是 他别宝因 是的 这一房子真帅 他的 envelop缴 殆了 我的港 第一次的皇帝 的皇帝